所以歐布萊恩 我真的不覺得 他對於台灣的現狀 兩岸的現狀是有所了解的 所以包括他講的AK47 包括5%的國防預算 你民進黨是執政黨 你應該要 即時的讓你的人 去跟歐布萊恩那邊講 你的數字跟我們現狀 是沒有辦法符合的 請你理解 這是你政府有外交官 你在民進黨駐美代表處 你們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為什麼都沒做 未來川普不管在 科技戰貿易戰等等 對中國大陸的做法 應該也不會手軟 川普他因為不在乎 氣候變遷這些事情 所以拜登跟中國大陸 習近平可以合作的 氣候變遷這些事情 在川普任內的話 不會出現了 所以你會看到 繼續的強硬 加上合作的領域變少 那麼當然整體的印象就是 未來的川普2.0 對中國大陸會更加的強硬 首先我還是必須強調一下 這個三中全會 它確實是中共在政治運作上面 一個很重要的會議 因為譬如說從1987年的改革開放 1993年確立這個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 到2013年說要全面深化改革 這些都在三中全會的 但是呢我很同意周老師剛剛說的 還有剛剛黃老師其實也提到 這個三中全會它就是給你一個方向 政策性的方向 你們要去想 因為這政策的這個細部的制定 不是我這些中央委員的事 是我這些政府各個部門 工作同志的事情 所以我看到有些外媒 他說哎呀這個三中全會 踢出來很多都是一些 很模糊的說法什麼的 他們的運作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甚至包括以前國民黨中常會 不是也是嗎 開完會之後 行政院院會跟著開會 行政院就會把一些 比較細緻的政策出台了 就是這樣運作的嘛 那這個三中全會 為什麼剛才主持人說 一開始都沒什麼新聞 甚至閉幕也就是很低調的閉幕了 確實我覺得現在 中國大陸動輒得救 我東西剛剛講嘛 我們東西賣得多 你產能過剩 威脅到世界其他經濟體 然後你的順差 造成各國的國安危機 這樣賺錢賺得多也不行 如果他產能不足 那請問各國強調的 經濟韌性要怎麼來 就resilience 那個韌性啊 就強韌的性 因為你產能如果不足的話 我就不可能有那個韌性嘛 我一定要產能過了 過這個門檻 我才有那個韌性的本錢嘛 所以怎麼做都錯啦 所以我會覺得說 有可能是中共覺得 既然我怎麼做 你都要說我 我就讓你知道的越少越好 我覺得這是其中一個想像 那至於習近平 他在三中全會之前的這些傳言 我們不是常常有一個笑話嗎 覺得奇怪啊 這個普丁啊 習近平他們身體常常不好啊 身體不好十幾年了 到現在還在嘛 當然我不能說他們身體一定很好 但是確實 這個西方的媒體啊 有些真的就是 只要不見他 就說身體不好 那這個我無法求證 但至少就是三中全會 習近平還是出現了 你從他的這些言行舉止看起來 應該沒有什麼問題 當然 我相信一定還是有人說 這是替身 所以我還是講這句話 動輒得救 但是習近平反正他出現 我們假設呢 就是習近平本人 那他當然破除這個謠言 那目前現在看起來 這個三中全會 他的這些方向 我覺得比較明顯的就是 他還是希望把這個政黨領導 黨的領導或者國家領導當成最重要 那市場經濟是在輔佐黨的領導下的 全中國大陸的穩定 現在是這樣的做法 那在這個的前提之下呢 我覺得目前看來的確實就是 這三中全會現在設定的是進一步深化 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表示我改革還沒做完 從2013年要深化改革 到今年我要進一步深化改革 那確實這改革是無窮無盡的 那他也會 也會影響到中國大陸的一些經濟的動能 但是我這邊所謂的影響 不是說長期的影響 因為改革我們其實另外一句話就叫有破有力 你在破壞的時候那個叫做創造性破壞 建設性破壞 那當然你可能會有些波折 然後呢只要這些建設性的破壞成功了 那再來你看到的 它就是比較正向的成長 那我個人最後一句 就是我個人一直認為說 這個中國大陸現在這種所謂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這種改革 它真的是人類社會上一個沒有見過的常識 蘇聯失敗了 那中國大陸會不會成功 如果它成功的話可能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就會紛紛仿效它 槍擊案確實造成了很多不可預期的改變 像最近這兩天嘛 我們在網路上傳了一個照片就是 子彈射向川普但是殺了拜登 那個英文是這樣子 重傷的是拜登 對他先殺了拜登 然後另外一個用 我不知道那個TIME雜誌的封面 川普的耳朵是受傷的 寫Man of the Ear 但是他對他但是他講的那個耳朵 是指耳朵的耳朵不是年 Man of the Day不是年度風雲人士 但就是確實讓川普感覺他 有些人會說他是個英雄喔 但是我覺得照他那時候表現 應該說他是個勇者勇敢的人 正必高呼 但是呢 他這樣的形象正好對上了 拜登從前一陣子辯論的比較不好的表現 再加上一直叫錯名字 或者是忘記事情等等的 所以一個勇者的形象 對上一個老者的形象 那這樣子在崇拜英雄 崇拜強者的美國社會裡面 川普他的優勢 目前從民調上看起來 還是在誤差範圍內 但是呢 似乎有小小拉開一點點的趨勢 更不用講說這個民主黨內部現在 是不是要換拜登的這個謠言四起 所以我覺得現在美國的狀況 就是說一個目前這個 不能講穩超勝卷 在這個穩居上風的川普 面對一個 我到底是要推誰出來選的民主黨 我們今天錄影的時候其實還沒有辦法接到美國那邊即時的訊息 但是我們已經從這兩天看到了 你不知道消息從哪裡來的 好多說拜登準備要退選 對 他已經沒有繼續選下去的意志了 對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美國的 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人物 參議員 民主黨參議員 現在已經有至少有四位 說要拜登下台 可是這四位呢 也不過就是大概五十分之四啦 然後呢 眾議員裡面 大概有十 三十位左右 但是三十位裡面呢 也不過就是兩百多裡面的三十位 但是現在傳出連歐巴馬也是希望他退選了 對 這是說私下講 那歐巴馬當然沒有出來否認啦 但是我只能說 現在各方勢力都想把拜登逼下去 但是拜登自己呢 我也特別看了一下美國最近的新聞 只要是拜登陣營 或是白宮這邊發布的消息 都是說他不退 那如果他還有一些反擊的話 那或許 我不敢講拜登一定不會退啊 但至少他還在努力的捍衛他自己 繼續競選下去的權力 所以我只能說 一個相對團結的共和黨 對上一個四分五裂的民主黨 而且你還不知道誰真正會代表民主黨競選 那現在選舉的結果 我不敢說已經定於一尊了 但確實你會說機率的上 我現在當然是壓在共和黨這邊 老師你怎麼看 就說拜登他現在還有什麼反擊的一個籌碼 接下來剩下三個月的時間 他其實也不用做什麼額外的工作 我就是在大會上面出來 因為他們民主黨大會不是 不要講錯話不要念錯稿 不要跌倒 對多休息一下 對多休息一下 氧氣吸足一點 然後呢 因為他民主黨大會原則上不是投票的 是 所以只要他出現 然後按照這個流程走完 他不用反擊 他就會變成候選人了 那再來而且他這一次 他也可以從各種對他不利的消息去知道 誰是我可能的盟友 誰根本就在後面扯我後退 那不管他當不當選 但至少政治上的朋友跟敵人 他就看得更清楚 像當時陳水扁時代的 我記得好像是主計長吧 也是被問到你欠哪一來 你一年國防運算2000多億 三軍官兵不吃不喝 你也只能拿出2000 不給薪水也才2000多億 我記得當時扁政府答案是說 我們可以發行公債 我們可以有些政府的公用地 我們可以賣掉 還有一些什麼大樓 或者什麼可以什麼租或什麼 我聽起來就是在吃老本的感覺 尤其那時候正好流行 出現叫大宅門 就講到中國不行只好賣 所以我真的常連想 我突然想到就是說 如果真的剛才像介正老師講的 把這個提高到3%的GDP的國防預算 我還有另外一個數字 3%GDP如果你換成全中華民國 中央政府的年度總預算 我今天早上才算了一下 大概占我們的19%到20%的年度總預算 7000多億 對 7000億左右 7000億 那我們要花20%去進行國防預算的增加 那這個那其他的錢怎麼辦 剛剛已經講太多 太多公共政策其實都需要用錢了 包括我們從大學端來的 你看我們5年500億那時候 大家搶得快瘋掉了 台大拿到個30億 陳大拿到20多億 政大呢想盡辦法 我們政治大學因為只有文法科比較多 最後呢政府說好啦給你2億 我們謝祖隆恩都來不及了 你說那這些2000億加 就20%的中央政府總預算 我們這樣花下去 本億比到底怎麼算 政府也沒有跟我們講過 但現在歐布蘭還喊出的是要到5% 你覺得賴政府會屈服嗎 5%就回到了蔣中正總統 剛到台灣的時代 40%多50% 中央政府預算都拿去做軍費 因為那時候兩岸已經幾乎 就是最後一戰 就是維持現狀或者台灣被吃掉 大概就再此一舉了 那是那個時代 民國50多年 民國1950年之後 那個台灣中華民國政府預算的 這個戰爭預算的規模 所以歐布蘭我真的不覺得 他對於台灣的現狀 兩岸的現狀是有所了解的 所以包括他講的AK47 包括5%的國防預算 這些我覺得啦 像介正老師在國民黨國際部服務 可是國民黨是在野黨 你民進黨是執政黨 你應該要及時的讓你的人 去跟歐布蘭那邊講 你的數字跟我們現狀 是沒有辦法符合的 請你理解 這是你政府有外交官 你在民進黨駐美代表處 你應該要去做的事情 為什麼都沒做 就像歐布蘭恩一直講 其實不符合台灣現狀的 他個人的期待 其實對台灣不好 對歐布蘭恩不好 民進黨如果你真的是 認為是台美關係史上最好 你趕快跟川普 趕快跟歐布蘭恩講清楚 川普選擇泛斯的說法 其實有好幾個 尤其大家覺得 這個泛斯以前不是 很純粹的川普派的 你怎麼會選到他 他還批評過川普 對 所以有些說法是說 第一個川普被子彈傷到之後 覺得我勝券在握 我就挑一個反正 對我沒什麼威脅 然後對其他人呢 因為大家都很多會搶嘛 你們都在搶 那我就不要 我就選這一個 讓你們這些 每個來跟我這邊 爭副手位置的這些人 那你們就不要講吧 我已經找了一個 你們之外的人 那還有一個可能呢 有人說川普啊 他本來就是想要 讓大家覺得天危難測 你覺得我要選誰 我就不選誰 我就選你猜不到的 我做什麼事情都猜不到 那川普的個性 我覺得蠻有可能 他會有這樣的一個傾向 那再來就是說 泛斯呢 因為他真的很年輕 所以川普不一定 我不覺得他有這個想法 就是說我如果川普當了總統 下一任總統就交給你了 我不覺得他會有這樣 百分之百的想法 你說泛斯不會有這樣的想法 川普 川普 對川普不一定會有這樣的想法 但是他會讓泛斯變成共和黨裡面 一個超級重要的政治人物 那再來誰要來選總統呢 第一個假定啦 川普這個川普主義繼續的延伸下去 那川普指誰 誰的票馬上就多很多 那這樣你們來找我 來找我 如果真的你不找我 說不定就把泛斯捧起來了 很多可能都有 但所以泛斯出來這個眾說紛紜 但重點是說 他的這些反中的言論 確實我覺得會讓媒體很高興 譬如說你可以看民進黨 立院黨團的總召 吳思瑶 人家問他說 川普講了說要交保護費 等等等等等等 吳思瑶說什麼呢 他說你們不能只看 川普講保護費那句話 你要看他選的副手泛斯 他超級反中的 抗中保台 你就知道民進黨沒招了嘛 因為川普講這個話 民進黨遠不過來 所以他只要叫你去看泛斯 那很多媒體也是這樣子 川普因為不會常常 針對這些發言 所以他們會以泛斯的發言 當成是川普的意志 當成是川普政策的路線 那就是抗中反中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 當然你可以看到 未來川普不管在科技戰 貿易戰等等 對中國大陸的做法 應該也不會手軟 因為他在任內 本來就要做這些事的 科技戰是他來不及做 他就輸了 還有一個呢 是說川普他因為不在乎 氣候變遷這些事情 所以拜登跟中國大陸 習近平可以合作的 氣候變遷這些事情 在川普任內的話 不會出現了 所以你會看到 繼續的強硬 加上合作的領域變少 那麼當然整體的印象就是 未來的川普2.0 對中國大陸會更加的強硬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含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ue Your Care